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秘书 我想要你 你又来干什么 老板 现在已经是午休时间了 是不会影响工作的 找能耐了 话都还没说完 你又跑什么 老板 您 您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看着我说话 看着我 你怎么每次见我都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怎么着 我还能吃了你啊 睁眼 我什么都没人见 老板 我现在就去跟他解释清楚 等等 我收 自己的漫画瞎话一气 画这个都挺上心 老板 这是和市场部确认的最终方案 放这儿吧 老板 今天早上到底怎么回事啊 依然怎么突然向我表白了 还提什么漫画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表白 怪不好意思的 您说我要不要答应他 你喜欢他吗 之前天天跟着您忙工作 我还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呢 那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开始想了 倒也没有 那就拒绝他 不喜欢 何必勉强 好 老板 这是不是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姑娘 想跟您套近乎 我拿走了 不敢 老板 您吃吗 我不吃 不吃 对抗世界听的武器 生活偶尔 那面来丧气 太多难听 你是谜底 不需说同意 天上默契 你是我偏执的底气 我和你家一种欲望的定义 这每个都说是说自在而已 过去天空的云 因为你开始相信一切 都是相遇的不必 你明明只重要的因为 让我们彼此过境 是命中处 老板 老板 陈秘书 上车 谢谢老板 这个萌老虎 怎么每天阴魂不散呢 难不成他也喜欢陈秘书 陈秘书 我都想要你下下周六 跟我回家吃个饭 这么说不会让他误会吧 跟我回家见父母 直接见家长 会让他有压力的吧 姐 吃水果吗 姐 吃水果吗 我不想吃 我要睡了 陈秘书 我想要你 不是 陈秘书 我来过去